當我們組完網頁後,我們就要將網頁上傳到 FTP 伺服器 而 FTP 伺服器也接駁了網頁伺服器 雖然我們可以上傳,但我們要給它一個網址 我預先已經設定了一個網址,叫做 example.陳瑞Online.com 究竟如何上傳呢?我們只要指著我的電腦網址,打 FTP 帳號 斜斜,接著就打陳瑞Online.com 接著名字就叫做 example 打完 password,然後按登入 接著你就會見到一個叫做 HTTPD 的資料夾 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接著我們可以在上面打開 WEB 的資料夾 然後選擇所有檔案,按編輯,複製 接著我們會把所有的資料都抄襲到 HTTPD 的資料夾 我們會把所有的資料都抄襲到 HTTPD 的資料夾 我們會把所有的資料夾都抄襲到 INDEX 的檔案 上傳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 Intel Explorer 內 打回剛才的網址 就是 example.陳瑞Online.com 我們可以檢查一下 我們可以檢查一下 我們可以檢查到我們的網址 已經做好了 大家也可以試一試按按鈕 看看能否去到 好了,FTPD 的課題我們教完了 而言,我們可以檢查一下 我們可以檢查一下